近日加州野火炎烧 消防人员面临多重挑战 驻洛杉矶办事处代表台湾政府 捐出三万五千片口罩 协助洛杉矶郡消防局 以及因为野火而流离失所的居民 对抗野火灾情 消防局长欧斯比表示 未来九十天加州气温偏暖 降雨量低于正常值 空气更干燥 这对消防人员来说将是一大挑战 台湾捐赠的这笔口罩 除了交给救护人员 还有野火区域的前线 消防队员 除了野火灾情 目前武汉肺炎疫情已逐渐趋缓 人口约一千万人的洛杉矶郡 目前每日新增确诊一千多例 到七月底高峰期单日 破四千例的情况明显减少 诸洛杉矶办事处处处长 黄敏金也提到 台湾成功控制疫情之后 至今已捐出六千万片口罩 给世界各国 集中美国打一千万片 这次捐赠更表达在灾害面前 台湾与洛杉矶站在一起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